賣橘子了新鮮的橘子 大哥看一下吧 哎呀這橘子看著不錯呀 多少錢一斤 這是我公公自己種的橘子 兩塊錢一斤 行吧跟我來五斤好嘞 大哥我給你挑大的啊 大哥你都這樣吃我不給他咋賣呀 哎你這人這不常人行嗎 這要是壞的這壞肚子怎麼辦 哎好嘞 來剩下多少錢 大哥這別算了你看你都傳了這麼多 要不你就給我十塊錢得了 行我給你掃碼 我沒有二碼碼 你沒有手機 要不你給我現金吧 這什麼年代了 誰一中了 你們還有現金啊 你沒用碼賣什麼橘子 真是個香巴佬老公我們走 哎大哥你不能這樣 這種橘子是我公公辛苦從地裡摘的 我公公還只要這個錢給我婆婆看病呢 哎我說你這個人是你自己沒碼 又不是我們不給錢 再說了你婆婆生不生病 關我們什麼事啊難不成 你還想額我們呀 大哥大姐 這橘子確實是我公公的 我公公種的橘子不容易 要不你們就給五塊錢吧 嘿你個死丫頭騙子 想找我事是不是 這橘子我我還不想要的呢 姑娘這個橘子多少錢一斤呢 這個橘子是我公公自己訂送的 兩塊錢一斤好 那你幫我都裝起來吧 好大哥那我就把這個摔破的橘子自己留著 把這些好的給你裝起來吧 嗯好 姑娘這些好的我就拿回去吃 這些壞的還是繼續留給狗吃吧 你說誰是狗的你我罵的就是你 我看看他這個黃臉破的樣子 不配 哎你個鄉巴勒 你也敢瞪我 你你居然敢打我 我告訴你 職業沒有高低貴賤 只有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趕緊盜竊 你居然讓我給一個賣橘子的道歉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這周圍來來往往這麼多人可都看著了 好啊 這麼多人 要是有一個人站出來支持你們 我就道歉 硬且給你們跪下道歉 要是沒有 剛才打我這一巴掌 沒有五萬塊錢 你今天別想走了 人在做 聽在看 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精靈不管是我看到的 就是其他的人看到的也會像我這樣做 善惡到頭終有暴 不是不暴 是食和味道 滾啊 小姑娘 公道自在人心 這個公道啊 今天我還給你 來 這些錢呢 你拿著 謝謝老闆 正道的光 照在了那底上 先走了哈 家裡有事 我要直噴到臉仗回家了 拜拜啊 緊急情況 項目出現的問題 所有人留下來加班 可是小迪 沒事 我留下來加班 行 那你把這些檔案分發下去 人給出來 好的 大家馬上行動起來啊 哎 這都加班多少天啊 說個好消息啊 甲方對我們的這個方案 非常的滿意 這個項目啊 我們已經拿下來了 感謝大家這段時間 辛苦的付出 今天晚上 我請大家出去 慶祝一下 這段時間啊 大家辛苦了 來 一起放鬆一下吧 沈總 明天還有工作呢 這你就不懂了吧 這個酒跟普通的白酒不一樣 裡面添加了葛根 枸杞子 五味草本精華 裡面的活性成分 能減少身體的負擔 咱喝這點量醉不了 這個酒也不上頭 行酒還快 放心 我能讓大家有理由不幹活嗎 還挺順這酒 不拉嗓子 聞著也挺香的 毛鋪黑橋 好 這可是咱湖北的名酒啊 融合了醬香 濃香 清香 三香地雕原酒 黃金配比 那能不香嗎 沈總 既然這酒這麼好 我們平時應酬多 您給我們安排點唄 身體負擔效 職場收效 才能更得利不是 沒問題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老闆 大家都忙這麼老長時間了 給點福利唄 六仔 來這是你的 謝謝老闆 這是你的 謝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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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這是你的 謝謝老闆 機票還是頭等艙 老闆 你怎麼知道的 媽 我沒坐上車回去 等下次請下次回去看您吧 下部出現的問題 很感謝大家能夠留下的幫忙 但是家還是要回的 小丁 現在就出發 晚上就能夠到家 來 把這個給你爸也帶上 這 謝謝老闆 大家一會吃完了 就趕緊回家 小丁 我安排了車 一會送你去機場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好 好 等一下 外賣員不能進電梯 請走旁邊樓梯 喂你好 您的外賣到了 晚上不讓我上去 您能下拉一下嗎 我下來了啊 那你長腿是幹什麼用的 可是你在100樓啊 您跟我說這也沒用的 我就給你兩分鐘時間 如果兩分鐘你不給我送到的話 我不光要給你差頻 還要投訴你 好吧 那我盡量快點給你送過去 等一下 請問你是要去100樓嗎 是的 正好 我也要去100樓 我們一起 十保二 這是我朋友 原來是周總的朋友啊 怪我永遠不是太傻 請進請進 走吧 謝謝啊 臭丹 叫人事不敬你進來一下 小兄弟 這麼大熱的天 在外面跑外賣也不容易 來 你先坐一會 你這辦公室好香啊 真好聞 那是因為最近梅雨季節 梅食潮味重 所以啊 我在辦公室裡面放了小香堆 什麼是小香堆啊 就是這個胖胖的 精味清新香氛 它采用天然植物散發清香 從而促進清新空氣循環 植物抗菌配方 像南方梅雨季節 帶來梅食潮味 衛生巾反味的 家裡面養寵物的 車裡面有異味的 都可以用它 像客廳 卧室 衛生巾 我都會各放一罐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聞啊 而且香味很高級 很貴吧 不貴 這可是五星級酒店 都在用的直翠香薰 現在商家做活動 兩瓶才三十九八九 點擊我視頻下方 令結就可以給我買了 那我也去多囤幾瓶 我公司啊 囤了很多 這幾瓶呢 你就先帶回去 進 中總 你找我 你的外賣 兩分鐘 沒遲到吧 哎 你個臭送外賣的 怎麼跑我們董事長辦公室 來了 你的外賣先拿去吃了吧 吃完以後回你自己的部門 辦理一下離職手續 中總 我做錯什麼了 你跟我說我可以改 這些年 我也為公司做了不少貢獻吧 你說開我就開我啊 不想走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在兩分鐘之內 從一樓爬到一百樓的話 你就可以留下 如果你做不到 那麼還是請你出去吃了外賣之後 回你的部門 辦理離職手續 該幹嘛幹嘛去 別浪費我的時間 中總 你用一個臭送外賣的 這樣對我至於嗎 臭送外賣的 行臭 你就不要讓人家送啊 你不就是一個小小的經理嗎 在我的眼裡 你連一個送外賣的都不如 送外賣的 能把飯菜送到傾家萬戶 這個職業 它是神聖的 值得我們每個人尊重 請你記住 職業沒有高低貴敬之分 只有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所以啊 請你新學會做人 拿著你的外賣 走人 中總 我 走 老婆 你快點 這次這個合同 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不能有什麼閃失 救命 哎救命 哎老公 你看那小女孩怎麼呢 哎 他不會讓我們吧 行救人再說吧 沒女人你怎麼了 快 已經在哪了 來 美女 你怎麼樣了 要不送你去醫院吧 不用了 我這是老毛病啊 還會就好了 喂 你們幾個在我車旁邊幹嘛 趕緊過去 大哥 這位美女身體出現那點狀況 暈倒了 正好在你車旁邊 不好意思啊 神經病 你們可別做壞事啊 這附近可以有監控呢 好的大哥 美女 我讓我媳婦在這陪你待一會 我呢要上去清一個合同 清完了馬上下來送你去醫院啊 好 你先去忙吧 在他們車門離我的車這麼近 他上次不小心把車門擦掉漆了 是不是能找他們朋友 我真是個大足 老婆 你就在這陪這位美女一下 把合同給我 我要上去清那合同 就下來 給你 把醫院去 啊 好 等一下 你們怎麼搞的 把我車都弄壞了 你們看怎麼辦 這 這位美女的門打開 也購不著這個地方啊 說你 你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什麼搞錯了 長著眼睛看不到啊 今天我正好有事 沒有兩千塊錢的 你們別想走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 我們只是好心幫的這位美女 要賠錢也不是我們賠呀 你們不賠 他賠 你 老婆 算了 我們陪伴 我這裡 只有一千塊錢 不好意思 老婆 我趕著去跟神聖集團 把這個合同簽來 你在這照顧一下這個美女 我馬上就下來哈 神聖集團 你的飯啊 我覺得可行 不好意思 劉總 我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下 這合同您看 客套話就不說了 我從來不和不守時的人合作 是你 劉總 你說的對 現在像他這種不守時的人 怎麼能和他合作 劉總 你你就給我幾分鐘時間 行了 合同的事我已經靜下來了 你先回去吧 劉總 合作愉快 劉總合作愉快 等一下 合同是要簽 但不適合你 總總 大哥 你今天善舉幫助到了我 像你這種體格高尚的人 才是我們公司 應該選擇的合作對象 而你的人品 不必跟我們公司合作 劉經理 劉總 這這都是誤會啊 不好意思 慢走 不說 我 他不是這樣的 真不是這樣的之前 來的都是客先上去再說吧 走 你們先去沙發上坐一會 我跟你哥去做飯 辛苦嫂子了 華子飯還沒好啊 我哥和我嫂子正在坐呢 你沒有什麼東西墊一下呀 我餓死了 吃個香蕉嘛 你是讓我把皮一起吃了嗎 你讓你哥做飯快點呀 做個飯弄得這麼慢 那我過去幫忙 哥 嫂子我來幫忙 嫂子這就是你找的女朋友啊 嫂子 他平時挺好的 就是今天不知道怎麼了 嫂子 你跟華子都已經交往大半年了 你們看 準備什麼時候結婚了 什麼結婚 哪有這麼早結婚的呀 現在跟以前可不一樣了 他戀愛不一定要結婚啊 哥 嫂子的意思是他還小 可以再等等 就是 彼此之間總得把脾氣先摸透吧 華子 他小 你可不想啊 佳佳 你覺得我的脾氣怎麼樣 還可以呀 我有好脾氣 並不代表我沒有脾氣 所有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 都叫爽油嗎 所以 你還是走吧 你什麼意思啊 給我起來出去 讓我走也可以 兩句塊的紅包要給吧 我可是新地席上門 哥 我再說一遍 請你出去 哎 你幹嘛 哎你你先過來 小迪 我哥他脾氣不好 一會見面呀 你注意點啊 哎呀你放心 我就像平時一樣對你不就行了嗎 他還能吃了我不馋 那倒不會 哥 這是小迪大哥好 哥 哈 進來吧 大哥 我跟华子过来的时候 专门去买了你们喜欢吃的菜 今天就在你们家献献丑了 刚好你和华子好久没见面了 你们两兄弟好好续一旧吧 这样不好吧 哎呀大哥你放心 我厨艺还可以 华子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 花椒辣椒少不了 要不要帮忙 不用了等着吃就行了 嫂子我来我来 哥你去陪华子聊会天 我一会就好 哥嫂子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是大哥 俗话说长兄如父 我和小迪的事就由你做主 我和小迪啊相处有一段时间呢 感觉彼此还可以 想问一下大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让你和小迪的父母见个面 把我们的事情呢给定下来 你们都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行 这个日子啊 小迪就由你们家来定 好 那我现在啊 给我爸爸打电话 哥 你觉得小迪怎么样 从一进门呢 我就看他提着一堆菜 贤惠 能主动去做饭 心疼人 吃完饭了 能主动去洗碗 勤快 最主要是啊 咱们提出跟他们的父母亲密 人家女孩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好女孩啊 哥 嫂子 我爸问你们这个周末有时间不 有的 小迪 你先坐 小迪啊 我们家呢 从小父母就走得早 是我跟他一起相应文明长大的 这几年呢 我一直担心他找不到女朋友 这下好了 直到遇见了你 你放心 他以后要有什么事欺负你 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哥 华子疼我还来不及呢 华子 你爷老大不小了 以后啊 对人家小迪好一点 好人坏人 我阴影都分辨得出来 爱 他是相互的 一个人付出久了 也会累的 懂吗 哥 知道了 哥 你放心 以后啊 我一定会和华子把日子过好的 小迪 谢谢你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我有个我们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一家人你都坑我 我坑你 什么意思啊 哼 上个月我在你这儿拿了个项目 你还记得吧 那是20万的项目 你居然收我30万的加盟费 你还是人吗 一家人的钱你也坑 小迪 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哥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够了小子 你们两个就是狼狈为奸 哼 以前因为我信任你们 只从你们这儿拿加盟 从来不去打听价格 昨天我听朋友说 小迪 你的加盟从哪里拿的 多少钱 我亲大哥自己的项目 这些差不多20万 啥 20万 这种加盟做出的产品 10万就能做 而且啊 还有得赚 不会吧 我哥说这是成本价给我的 我有个朋友啊 就是做这个的 10万甚至更低 就可以拿到这个加盟 我看啊 你把他当亲哥 他把你当表妹 还是远房的 还误会 哥 可是你自己说 给我成本价 不赚我钱的 小弟 外面的人我不了解 但我是你亲哥 是我把你拿扯大的 我还能骗你吗 你还在这解释 算了 无所谓了 我只是通知一下你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在你这拿任何加盟了 还有 没事别联系 我没你这样的哥哥 哎小迪 你不要被别人骗了 被骗了也跟你们没关系 哥 你就帮帮我吧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 对不起 我也没办法 你找别人吧 哥 我们是亲兄妹 你不能不管我呀 你也好意思说是亲兄妹 你忘了你上个月是怎么说的 我 我也是被老公的朋友 用低价给骗了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玩套路呀 徐总 最近我们公司加盟的这批货质量问题很大 被很多人投诉 退款赔偿也很大 你看这怎么办呢 没事我来处理你先去忙吧 叫叫 你上次介绍给我的加盟朋友 给我的那批货有问题 你问你找他啊 我只是介绍你不认识的 还有这些话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在你的引力 我不也是一个在玩套路的人吗 一分情不振你的 对 是我有问题 哎呀哥 你就再进入我几个家门的渠道吧 我店都快倒闭了 那十万也全都亏进去了 亏进去怎么了 谁做生意不亏啊 你就当买了教训吧 我苦口婆心的对你 你当我要害你 那行 你不管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这件小事你都要抓着不放 非要看着你面也破产你才开心吗 咱爸妈身体不好 从小你跟着我相依为命的长大 为了让你出人头顶 我放弃了学业 拼命的攒情公益读书 你心血来朝要开店 我给你铺店面 给你拿资金 给你订单 轻心万口的帮你把店做起来 这些我都无所谓 都是一家人 我不在乎 在后来 你说要用我的货源 可以啊 我用我的渠道帮你 一分差价我也不赚你的 我也没有想着 要让你回报我这个做大哥的 可是你呢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你就对我破口大骂 外面那些骗子说的话 你倒是全信了 还要和我淡绝关系 就这样 你还敢跟我谈兄妹 哥 我 我那也是被他们蒙蔽了呀 你不是被蒙蔽了 你是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知足 你啊 是人心不足 舌吞向 我对你所有的好 在你的心里 都是理所当然 都是一文不值 哥 你别这样 我哪样 你请回吧 我平时啊 事挺多的 有空当白眼囊 或是做点赚钱的生意 哦 对了 以后没事啊 也别灵心了 我呀 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喂 老婆 以你的名义 去给小妹 送一张三十万的口 我红冬了一心 照看谁苏言灵心 你呀 小云 死会感光业精 哎 你看你家那个脱油瓶又来了 我警告你啊 借钱的事免贪 你发什么神经 喂妹 你怎么来了 哥 我来 是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妹 我跟你妹子商量好了 想从汉川 第一批螃蟹回来提发 跟你手上钱不够 想找你借点 差多少 还差 还差 还差两万 两万 我家哪来了借钱 这还得学费 我还得想办法呢 行妹 我现在跟你去取 哥 玉阳联系了明天去拉螃蟹的车 到时候 我跟他一起来找你 明天 还得请你去帮下忙呢 行 那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咋叫哪还有两万块钱 这刚交的房租 手里就剩一万块 你心里没一点数吗 剩下那一万 你去哪给你妹弄去 借钱不说 还要去给人家当苦 那我不会去借啊 你上哪去借 东拼西奏去借 那一万对于我来说 还是好借的 柳子 你这日子是不是不想过了 你知不知道什么 叫亮点儿行啊 我肯定知道啊 你知道你还给他 我真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打中脸虫胖子 好了好了 我就他一个妹妹 他要不找我 还能去找谁啊 不是我说你 你平时给你妹 送这送那的也就算了 我也觉得他不容易 但是我们得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吧 哎呀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我来想办法就行了 你想办法 你想的办法 我到时候还不得跟着你一起去还 我想的办法 我一个人去还 不用你操心 行 你去想办法 从今以后 你一个人过吧 哎 小迪回来了 是哪个不知道听高低后的欺负了我妹妹 你跟哥说 哥帮你出气去 是啊 什么事啊 小迪 嫂子 六子他妹妹想做螃蟹批发 还差两万块钱 我家那位直接就给答应了 这个事很正常啊 自己的妹妹借钱 当哥哥的不帮谁帮啊 哥 问题是我家就一万 还差一万 他说要找别人借了 一块给他妹 还要去他家当苦逆 你说这气不气人 有什么气人的 这多正常啊 哥 我还是不是领亲妹妹了 你怎么胳膊准往外拐 帮着别人说话呢 嫂子 小迪在这吗 在呢 正好收到你 快进来 嫂子 我就不进去了 我是来接小迪的 我不回去 小迪啊 你先消消气 你听我跟你说 我们也是当哥嫂的 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对啊 如果说今天是你遇到的困难 是要用钱 别说一万块钱的 就是十万块钱 哥也会砸锅卖钱的 给你凑齐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什么 因为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苦听之下 哪个当哥的都一样 总想把自己最好的 留给自己的妹妹 都想成为自己妹妹的保护伞 这样一来呀 良家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 是你金石的后盾 哥 照你这么说 还是我错了 那还用说呀 不是你错了 谁错了 小迪 你换我来思考一下 假如今天你哥给你借一万块钱 你会不会借 不用说 我一定会借 这不就对了 这种亲情呢 他是无法 用言语表达兄弟姐妹之间的好 只会放在心上 不会挂在嘴上 哥 我知道错了 六子 我们回去吧 哎呀 小迪 你干嘛去啊 嫂子 我回去了 我把家里的卡拿给他妹 你们等一下 这卡呢 有五万块钱 你们也顺便带回去 你们婆家的妹妹 也是我们的妹妹 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也是应该的 哥 这是你嫂子的一品新衣 你就拿着吧 哥 嫂子 那我们先回去了 嫂子 好歹我也是客 你就做这些应付我呢 怎么了 家里不一直都这样吃吗 哥 这人看每一个我爱吃的 难道这就是嫂子的代客知道吗 也太不尊重人了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你刚不是还说这是你自己家吗 既然是一家人 谈什么代客知道 你 行呐 这不是有鱼有虾吗 这也能算肉 小弟 你想吃什么 我让你嫂子给你做 我要吃红烧肉 还有香辣线 你要吃啊 自己回家做去 我可不伺候 你怎么回事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小姑子吗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哎呀嫂子来了 快进来 你不是说 大家今天都来聚餐吗 人呢 这也是怎么回事 哦嫂子 是这样的 婷婷他们来得早 吃完饭已经都先走了 你吃了吗 要不跟我一起将就一口 算了 我吃过了 嫂子 你去看会儿电视吧 我排完这个饭 再可以 嫂子 你快帮我收下厨房吧 一会儿小伙子该放学了 我得赶时间接孩子去 行 啥不垃圾的 还真不少呢 今天算是赚到了 我去你家 都是剩菜 剩饭不说 一口水都没有 量我一个小时 还使唤我帮你干活 这又是你的代客之道 你又把我放在眼里了 嫂子 不就是一顿饭吗 你至于记仇吗 你难道不是为了一顿饭 在这跟我急 小弟 你怎么和你嫂子说话的 先不说代客之道 我们今天就弄一下这个做客之道 你嫂子去你们家 没少拿东西吧 你呢 来我们家回回空着手 你真好意思 哥 我这可是回自己家呀 什么自己家呀 如果你回的是只有我的家 那你空手 我不会说你什么 可是这是我和你嫂子的家 你作为客人 不带着见面你像话吗 你去妞子他们那边的亲戚家做客 也这样吗 还是说 你只会逮着你嫂子一个人欺负 小弟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尊重是相互的 要别人尊重你之情 先反思一下 自己做到尊重别人了吗 我要是你嫂子 早就拿着扫把赶人了 亏他还愿意留你在家吃饭 你居然还挑三井四 我尊重你一寸有一寸 是我的心宽传 有一分有一分 怕出了一半 沈总 外面来了个乡下人 拉你拉遢的还提着一框鸡蛋 徐秘书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在我身边工作 不要有地狱之风 一貌取人 什么乡下人成你人了 你如果再改不掉这种 引高过敬的毛病的话 我想 你就不用在我这里工作了 对不起沈总我知道错了 你说到人呢 还不赶快去群上来 好的我这就去 舅舅 我这你怎么来了 石秘书你先出去吧 舅舅 这是我从乡下给你带的鸡蛋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远 还提着鸡蛋来呀 几年不禁了都长成饭小伙的 你来找舅舅是有什么事吗 舅舅 其实 怎么啦 吞吞吐吐的 其实这次来 是陪着妈妈过来的 她身体越来越差了 连干不了这种活路 想来就像你这 要赠钱照顾妈妈 你妈怎么啦 前几年你爸过世的时候 我跟你外婆去你们家 你妈身体不还是好好的吗 就是我爸她为了看病 在外面签了很多钱 最后我爸还是走了 妈妈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她一边跟我读书 一边还证 还要照顾年迈的老奶奶 所以现在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你妈妈就是性子太要强了 当初她嫁给你爸的时候 由于太远了 我就不同意 可是你妈妈因为这个事 一直不高兴 她很少和我离习 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我就说把你们接回来住 可是 妹 你看你 非要嫁这么远 我来回这一趟 都两千多公里 现在妹夫她也不在了 你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这样我们一家人 也好相互照顾着呀 哥 谢谢你的好意 我当初嫁的时候 你都不看好 现在给你回去 这不是让你看我一辈子的笑话吗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过成什么样 是我自己命不好 我不怪你 你以后 你别来我这里找我了 怕你在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最后 我叫你外婆每个月给你妈转情 可是你妈赌气不要 每次都退回来了 最后 我也就懒得管了 舅舅 求你给我一份工作吧 我要打工 打工 你不读书了吗 我记得你应该参加 你还高考呢 考得怎么样 考上大学了吗 我考上了这个大 可是 妈妈的身体又不好 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根本就读不起 更何况 妈妈的身体又需要人照顾 胡闹 考上那么好的大学 你竟然不读 还想来打工 你是想象你爸妈那样一辈子吗 晚班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你的认知 让你比其他的人多一个选择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的去给我读书 从今以后亲的事 由舅舅来负责 这里有五万块钱 以后你的生活费啊 就在这个卡里面取 妈 另外一人考上大学了 我想去把妹妹和她的奶奶 接过来跟你一起住 好 舅舅 你干嘛 孩子 你记住 你父亲虽然不在了 可是你舅舅我在呀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那种人 猪远都是一家人 如果含他 他在买部分 没有这个赢税 这种人 我先去把妹妹